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一期做个小补充 有网友在我的YouTube上面的留言说 这个The Fallen还可以变形金刚第二季里头 恒星毁灭器的形态 那这个idea是来自于一位叫Pride vs Pride的一个 外国的YouTube上传者 那我也去看了一下 非常有意思 它的变形非常的简单 一直需要把这个地方锁扣给解开 然后呢腿部的话呢也直接的给放下来 将腿部的话呢移到后方来 将这个屈膝的位置呢转到朝前 重点是这个脚掌要朝外 这个形象把脚掌整个给摊开 另外一出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 把这个地方锁扣给解开 然后呢将这个部件反转过来 将膝盖的一个凸起朝外 脚掌机的朝外啊这是最重要的 这样子 然后将它立着放起来 然后转到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会变成电影第二季里头 那个被Atmos Piner 跟天火合体之后 一枪打爆的行星毁灭器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调整啊 比方说把这个手掌给放下来 那么关键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于后面 这个腿的一个方法 那原则上呢脚尖把它朝外 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很帅气的 那原本的两个这个手肘的这个肩甲的话呢 抵住 那这两个部件的话呢 朝你喜欢的角度吧啊 那我是喜欢给它平均做一个摆放 那么上方的话呢 这个透明部件啊 看上去好像就是会聚集能量一样 非常非常非常赞的一个点子啊 那而且这个至今到处的Fallin啊 可以变形成这个行星毁灭器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子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 为什么的话呢 我要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转出来 其实你这个脚的转向呢 无所谓 大腿跟小腿怎么转随便啊 主要是这个脚掌朝外就行了 那我习惯把这个膝盖转到朝外 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锁扣啊 啊不对 有个结合卡扣 可以扣上去 但是呢 它并不是非常合适的一个组合卡扣 它只能够勉强扣上去而已啊 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稳固啊 这个的话呢 是我目前能够想得到啊 这个武器的话呢 可能也只有暂时就放在这吧 那算了 不要不要武器了啊 这样就够好看了 那如果你这个形象来看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鞋上发射武器的样子 甚至于说呢 还有人说它是一个外星的一个生物的感觉 你要把它变成这样子 一个外星的一个琴类的一个样子 也都是完全可以去理解的 反正这个 它的生物感非常的强 那这一期的话呢 就算是呢 小小的补充一下啊 让它有一个行星毁灭器的形象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